天也悠悠,地也悠悠 天地無邊無盡頭 魂也悠悠,夢也悠悠 魂前夢影和世修 幾度揮手,幾度寧謀 幾度相思,幾度愁 說也喊羞,嘔素也喊羞 亡斷天涯何世修 此情無疾可笑處 踩下眉頭,卻傷心痛 啊,踩下眉頭,卻傷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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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下眉頭 阿庄彎 董事長,我是夏英蘭 你未來的女祕書 坐 谢谢 下一来 你好像很有把握 会被我们公司录取 我猜 那么多的印证人当中 能够见到董事长的并不多 只有八个 那么你要淘汰其他七个 你并不谦虚 在竞争中不需要谦虚 只需要能力 你知道你的家庭环境不坏 在我见过这么多的印证者中 有人比你更需要工作 我以为你要找一个 能干的女秘书 并不是在开救济院 等一等 你能干吗 我想是的 好 明天早上九点 正式上班 你的办公室就在隔壁 有单独的意见 现在起 你算是达远的正式人员 你是说 我被录取了 是啊 可是 可是为什么选择了我 因为你的反应敏锐 有自信 有说服力 有傲气 而且 你很美丽 你很美丽 美丽 也是录取的条件之一吗 当然 肖金的女秘书 从来就很漂亮 怎么 你来为那些不漂亮的人 打抱不平 有一点 不过 谢谢你以貌取人 我也得谢谢我的父母 没有把我生得很丑 秘书的第一课 接电话 是 喂 喂 请问董事长在吗 请问你哪位 我是朱采薇 你是新来的秘书吧 是的 请等一会儿 董事长 有一位卓采梅小姐找您 朱采薇 记住 庆祝的柱 强威的薇 你至少先要把我的家人弄清楚 这是我的儿媳妇 好了 你先走吧 是的 草薇 什么事 对不起啊 没关系 哎哎哎 电梯等人啊 谢谢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这也经理结老祖宗了 真会折腾 你去几楼啊 你去几楼 一楼 那我也去一楼 你已经下班了 现在才早上十一点 怎么能够下班 那你去一楼干什么 送你啊 我是交际科科长 有课必送 我不是课 当然 你是董事长新聘的女运输 对于董事长女运输 我要有义务送一送 哦 你怎么知道我被录用了 因为你容光焕发 而且你非常漂亮 你录取了 是吗 嗯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 董事长很 好色 这不是他的缺点 这是所有男人的缺点 你不用顾虑这个 他只是喜欢漂亮的女孩 不会动歪脑筋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哎 告诉我一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 我前任的秘书 他怎么了 肚子大了 我干了 啊 别紧张 他结了婚 当然会有小孩 我以为董事长 只用未婚小姐 本来是未婚 干了一年就结婚了 嫁给董事长弟弟 当续权 很美吗 当然 董事长选秘书 一定要选漂亮的 他说早上来上班 如果面对一张夜叉脸 会让人工作情绪降低 你不知道 再前任的女秘书才真漂亮 他一进公司 让所有的男职员眼睛发直 坦白说 你虽然很漂亮 和他一比 就比下去 哦 现在呢 他去哪了 当然也结婚了 女人最后都走这条路 他现在是董事长的儿媳妇 哦 他姓卓 不不 姓祝 祝采薇是吗 你认识 要当董事长的私人秘书 当然要了解他的私人状况 跟家庭情形 你都知道 坦白说啊 你无所知 你看什么 我看你将来会成为董事长的什么人 你 你把人看得太扁了 我保证 我只当女秘书 绝不会嫁给萧家任何人 话不要说得太早了 一连三人的女秘书都成了萧家任 我看你啊 大概也注定 好 我跟你赌 好 我赌你三年之内 会嫁到萧家去 绝不会 我给你赌定了 你输了 你嫁给我 我输了 我娶你 好啊 赌 做你的大头梦 第一次见面 你未必太轻浮了吧 哎 这不是轻浮 这是工委 我看过所有应征的资料 你是最优秀的 现在你成了董事长 秘书 我真希望他没有选中你 我这个小人物 不会引起你注意 哎 你叫什么名字啊 大家都叫我阿琪 你也叫我阿琪吧 哎 阿琪 没名没姓的 这算什么称呼啊 苗小的人都是没名没姓的 你怎么这么自卑呢 年纪轻轻的当到科长 你还要怎么样嘛 我骗你 达远公司根本没有交际科 我不是科长 我只是一个送文件的工人 哎 你 现在 你轻视我了 不不不 当工人也不可耻啊 我初中毕业的暑假 还在冰果店当过小妹呢 你在安慰我 骗我 真的 我说的都是真话 不 你不要丧气 不要自卑骂 你表人才 又漂亮 又帅 又能言善道 我相信你啊 还是很能干的 像你这种人 不会被埋没的 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这名字听起来啊 好像在打喷嚏 少卿 我跟你说啊 他不止名字怪 人也很奇怪啊 一会儿嘻嘻哈哈的 一会儿又悲悲哀哀的 哎 你该不是对他一见钟情了吧 胡说 怎么可能呢 我从来就不相信 一见钟情这种鬼话 爱情是需要时间 一点一滴来培养的 可是啊 整个晚上都在阿琪阿琪的 他都漂亮啦 长得像电影明星 他都滑稽啊 叫电梯等人 还有啊 他多可恶 开你玩笑 我只是觉得 他很怪异而已嘛 怪异这两个字 包括很多东西哦 怪异的事才多呢 肖家也很怪啊 居然娶了三任女秘书 哎 少卿 我跟你赌 肖家一定还有很多故事 你信不信 你又来了 动不动就跟人家赌 总有一天赌书啦 把自己输给人家当老婆 你敢说 你敢说 哎 我看你还敢不敢说 哎 太讨厌了 好好好 我才不敢说呢 好不容易说服你爸爸 把你从台中接来 要是住不了两天啊 又被别人骗去当老婆了 哎呦 你又要去找别人呢 好了好了嘛 你还说不说呢你 好了 你来 别闹了 我明天还要值早班呢 航空工作工作不好找 我不能迟到 你不是也有工作了吗 早点睡 好吧 哎 你那个驾驶人怎么样了 别提 我不想谈 如果他肯离婚 你会嫁给他吗 一遇他 翻顶 遇 喂 是的 对 上班好几天了 你一天比一天进步 我看 你会是个很优秀的女秘书 我听说你的女秘书都干不长 一个好秘书 最开始要学的 就是不到听途说 我没有到听途说 是有人故意说给我听的 是谁 一个好秘书 第二件要学的 就是不向老板打小报告 下英兰 阿琪 中午下班 我请你吃午饭好不好 好啊 这几天都躲哪儿去了 我没躲 我在楼下 你在楼上 你是属于董事长鸡 我只是个骑马鸡 要见你一面 比登天还难 别胡说 大家都是同事嘛 分什么等级呢 不行 我要走了 给董事长发觉 我会被炒鱿鱼的 我走了 中午十二点 大门口见 嗯 我去